哈囉,我是莫煌光 那神奇靈華卡池又要復刻啦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抽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 那我們接著正片開始 在以前還沒有海龍王360 或者是泥戰棒體系的環境之前 我都會蠻建議每一位 尤其是會打深淵的玩家們 帳號至少要有一個賓夕 來應對一些對群環境 但現在的話要抽也不是不行 但由於他的大招宣任能力強 也導致基本上他的主流玩法是綁定泳洞隊的 而泳洞隊吃環境不說 更奈何的是 就算有那麼一個特別適合他的環境出來 但受益的還真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像是能動作的對群環境好了 那我為何不上海龍王360 又或者是走門、泥戰棒 這種一樣是對群但操作更簡單擺爛的隊伍呢 就連早期專屬於他一人的原魔 隨死圖 在潮汐出來之後 也不再是凌華獨大了 而且凌華的頂配隊伍 也就是知名的神賀萬星 這隊伍的造價也有點偏高 而且就算沒有神賀和星還好 但你起碼要有萬葉 有沒有萬葉的巨怪鎮商 真是兩種體驗 並且你華的缺點之一 就是容易空大 而且充能困難 所以也因此特別是你的操作技術 像是走位、巨怪、切人吃球 種種combo都要注意 當然雖然以上這麼說 但他曾經可是 在提瓦特倡氣圖深淵榜單的 第一大西 雖然三體人的出現就掉下來了 但不否認他是一隻靈命就有高強度的主席 抽取一隻就能解鎖勇動隊伍 而且就算你不拿五星的賺物切之回光 也可以先拿稻氣或封單的鍛造單手鍵 或萬葉的傳說路就能輕易取得的妖刀 也都有不錯的表現 但在大世界上打打怪、觀光圖的體驗也還不錯 尤其是新手開放缺乏主席的情況下 總的來說如果你手頭上的原石並不充裕 對於菱花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從強度上考慮 目前他是幾乎沒有太大的優勢 所以是可以考慮先跳過的 如果你是一個課長的話 抽一隻勇動大西兼儲備收藏者 我覺得也不賴 而且他的日配神優 還是早見沙子姐姐 我列舉幾個比較知名的 像是 家家酒的約爾 或天將的伊卡洛斯 暗昧的星緣林奈 錯誤的血奶 烈人生的生血 一犬超人的翠雪 柏人傳的向日葵 或電影生之行的西貢蕭子 回味之人的蝴蝶人 乃至是日常系藝人戰鬥的鳩子 還有妖威的神樂 或者是狂賭之冤的孟子 真的是太多啦 舉不完 甚至沙子姐姐也有唱一首Kawee Kute Go Man 這麼可愛真是抱歉 裡面的歌詞 搭上凌華的這套洋裝 簡直是凌華本人獻唱 而武器詞方面 由於以往物切 陪跑都是一些 屬實應言難盡的武器 但這一次卻是陪跑新角色 那維亞的專武 雖然那女人感覺應該不是很吃專 但不得不說 如果這兩名女角 你剛好都很喜歡的話 那就算不是去考慮專武的提升有多少 光是外觀 一種專屬感 真的有愛的話 是可以自己考慮斟酌一下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靈華篇的分享啦 那不知道各位看了有什麼想法 會不會喜歡這樣的風格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視頻 又或者是直播上 再見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